好不过就怕有人趁机开了地下赌盘 刑事局跟台中市警方这里就合作了 针对了陈伯伟的第二选区来进行重点清查 扫荡了九处网路签赌站 结果抓了四个嫌疑人 他们是架设了网站来签六合彩以及运动赛事 虽然说没有罢免按赌盘 但是确实也是违法通通送办 警察带着搜索票上门 因为根据情资住在这一间透天错的民众 涉嫌架设赌博网站 远警仔细搜查房间这台电脑里的资料 每一笔记录都要通通查扣 清查是否有开陈伯伟罢免案的赌盘 距离陈伯伟投票罢免日只剩下两天了 因此刑事局和台中市警方 就针对第二选区辖区内的迁读网站进行扫荡 抓了四名嫌疑人 警方担心会有人趁罢免投票案开赌盘 影响选举公正性 因此全国远警动起来 尤其针对陈伯伟罢免案的台中第二选区 乌日区 龙井区 大渡区 雾峰区和沙禄区 五区大清查 发现有九处民宅架设千赌网站 赌的内容主要是六合彩和运动赛事 以千赌六合彩以及运动赛事居多 还没有发现有罢免选举赌盘的情势 虽然目前还没抓到有关罢免案的赌盘 但千赌六合彩和运动赛事也是违法 抓到的四人都要移送法办 而且距离投票任越近也越不能掉以轻心 警方呼吁民众不要涉赌 如果有任何情资或具体证据 都可以提供给警方 会有检举奖金 华世新闻 雄伯拉红天辉台中报道